昨晚因为晚睡的惊吓 一大早就被敲门声给震醒了 素有起床气的惊吓 哪里还顾得上伪装 抱着枕头冲着门口大喊道 谁呀敢打扰本公主睡觉 陆毅在门口笑道 公主殿下是微臣 陆毅 今夏在顺梦中被惊醒 赶紧坐了起来 快速地下床找自己的人皮面 奇怪 昨天明明放在桌子上的 哪去了 今夏翻箱倒柜地 找着自己的人皮面 屋子外面的陆毅 像是知道今夏在忙着什么事的 在外面说道 公主 春日阳光正好 可都愿意与陆某同游呀 同游 今夏经在原地 心想着 你还真想跟公主成亲呀 好 等我找到人皮面 看我怎么收拾你 你给我等着 可是话是这么说 可屋子里都找遍了 就是没有那张人皮面 今夏一边找 一边忙乱地穿着衣服 突然 她抬起身一愣 不对呀 自己是公主 穿衣这些自然有宫女服饰 怎么一着急 给忘了呢 于是 今夏向外面喊着 大人好建议 我就让宫女帮我梳妆 稍后我们在门口见 陆毅嘴角坏笑着 也好 别把她逼急了 反正 陆毅看了看自己手里的人皮面 昨夜 陆毅因为今夏的死而复生 彻夜未眠 等到今夏的房间里 彻底安静下来之后 便悄悄地 溜进今夏的房间 看着梳妆台上的人皮面 陆毅忍不住摇了摇头 这个坏丫头 在看床上 没有睡相的今夏 许是困极了 倒在床上 踢开了被子 终于看到今夏的真面貌了 陆毅的手 轻抖着 轻抚今夏的脸 一滴泪掉落了下来 我的傻姑娘 你怎么忍心 我的坏姑娘 该打 陆毅擦了一下眼泪 嘴角含着笑意 今夏似乎感觉到了什么 用手抚了一下自己的脸 侧过身 衣襟被扯开 露出修长的脖子和肩颈 上面的吻痕清晰可见 陆毅眼神发热 他多想抱紧她的今夏 此生再不会放手 一定会的 这次不会再让你任性下去了 等我明日揭穿了你的身份 我们就成亲 立刻 马上 我一刻都不想再等下去了 陆毅起身 给今夏盖好了被子 转身显弃地看了一眼人皮面 竟然带这种东西 糊弄我 陆毅又回身看了一眼 惊吓 嘴角露出邪魅的笑容 随即 拿起人皮面 揣在了怀里 心里期待着 明日以真面目 相见的彼此 惊吓见陆毅离开了 赶紧换来了宫女 宫女们早就发现 永和公主的两副面容了 见公主如此着急地 找着人皮面 大家也跟着找了起来 最后确认确实没有的时候 今夏无奈 只好戴上了面纱 没办法了 先这样凑合着吧 反正不摘面纱 大人就认不出自己了 等了半个时辰 今夏终于穿着华服 带着面纱走了出来 陆毅站在庭院中 回身看了一眼走出来的今夏 还知道给自己戴面纱 还是不愿意用真面貌面对我吗 陆毅见今夏走了出来 便迎了上来 陆毅伸出手 想要握住今夏的手 今夏以为 他要与公主亲近 根本就没理他 哼 见义思迁的家伙 陆毅笑了 没有多说什么 两个人来到门口的车脸旁 陆毅要扶今夏上车 今夏又躲了陆毅 挑了一下眉 看来这小妮子 在吃自己的醋 也好 让她知道一下 什么叫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陆毅随即跟着今夏上了车 今夏上车才发现 陆毅也跟了进来 大人 你 今夏有些慌张地 看着陆毅坐在自己的身边 她赶紧换了一个位置 陆毅抿嘴一乐 公主之前 不是一直想让下官 多了解一下你吗 下官觉得很有道理 所以陆毅伸出手拉住今夏的手 我想多了解一下公主 陆毅的眼神沙 今夏哪里说得了 可是 一想到陆毅这是面对公主的 哼 大人这几日的变化也太大了 让人很不适应 一边要说忠贞不渝 一边又说改变了主意 如此多变 未来恐怕也不会专情于我一个人吧 今夏抽回自己的手 愤愤不平地说道 冤枉吧公主 是你坚持要驾驭我的 还与我定下这十日之约 为何现在陆毅打算接受公主了 公主反而说 我用情不专呢 难道说 公主之前的种种 都只是要故意试探在下 陆毅边说边靠近今夏 她闻到了今夏身上清新的起香 再看看薄杀夏今夏的脸 因为自己靠近有些微红 内心极大的喜悦 金夏红着脸 故意看着窗外 一时语字 被陆毅说中心事的感觉 一点都不好 本来还想着跟她坦白 自己脑补了多少 跟她重逢的画面 可谁知 她竟然会移情公主 虽然公主也是自己 可是 可是 那是张人皮面好吗 说什么海枯实烂 忠贞不渝的 王妃我娘 我姨 还批评我 哼 今夏越想越气 气到眼泪 不自觉地流了下来 陆毅本就是故意逗今夏 没想到今夏竟然哭了 她慌了神 看着今夏在那里落泪 天知道她有多心疼 昨夜 她还暗暗发誓 未来绝对不让她 受到一点伤害 怎么就哭了呢 陆毅拉过今夏 想要安慰她 今夏不肯 甩手反抗 陆毅哪里肯给她反抗的机会 一把将今夏拉近自己 今夏一时不稳 落在陆毅的怀里 今夏被陆毅强迫了之后 哭得更凶了 大喊道 你放开我 陆毅 你这个伪君子 当徒子 放开我 你个臭男人 说什么忠贞不渝 都是骗人的 你混蛋 今夏此刻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哭着打着陆毅 陆毅擒住今夏的小手 也不想再欲擒故纵了 更不想再陪着她演戏下去了 她当即拉下今夏的面纱 直接吻上这贪恋了许久 此刻叠叠不休的小嘴 今夏本想着继续挣扎 可是陆毅的吻太具诱惑性了 她根本就中脱不开 她睁大双眼 看到的是陆毅 闭眸深情的样子 她流着泪 闭上双眼 回应着陆毅 陆毅感受到了今夏的回应 擒着今夏的手 缓缓放开 盖维将今夏抱在了怀里 两个人就这样深情地 吻着对方 直到陆毅尝到了今夏泪水的咸味 才慢慢地放开今夏 今夏小兔子般的红眼睛 清着泪水 嘴唇被吻地通红 唯唯唯唯地看着陆毅问道 你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陆毅一把将今夏落在怀里 我早该发现是你的 不是吗 对不起 没有保护好你 你知道 你死在我怀里的那一刻 我有多痛吗 你个坏丫头 陆毅的声音有些哽咽 今夏靠在陆毅的怀里 点了点头 小手忍不住抱紧了陆毅 你竟然还有公主的身份 考验我对你的爱 愿今夏 你 真该打你屁股 陆毅说得有些生气 今夏赶紧起身 委屈地撅着嘴 那你还要娶公主 傻瓜 我若不知道你就是公主 我怎么会娶你 笨蛋 人皮面为什么找不到了 我为何要改变主意 你都不动脑子想想吧 陆毅用手敲打着今夏的头 痛呀 原来人皮面是被你拿走的 难怪我今天没有找到 可是 你是怎么认出我的 今夏不解地问道 陆毅懒得跟自己的笨媳妇 讲解来龙去脉 此刻她就想这样抱着她 她的今夏终于回到她的身边了 今夏靠在陆毅的怀里 原来大人是因为认出我来 才同意与公主成婚的 那证明大人爱的还是我 原今夏的脑袋里 对于陆毅爱不爱她这个事情 似乎用不着纠结太久 不过倒是有另一件事 她得问问 那大人既然知道我就是永和公主 那你拘婚的事情 陆毅将今夏扬起的头 又按回到自己的肩膀上 今早我就已经进宫面圣 请皇上赐婚了 真的 今夏没想到陆毅行动力这么强 那何时成亲 今夏有些不好意思问 陆毅笑着看着今夏羞红的脸 说道 皇上让人查了皇历 五日后便是好日子 皇上会亲自为我们主婚 你会以永和公主的身份 从公主府嫁到陆府 五日后 这么快 今夏虽然很想嫁给陆毅 但五日也太快了吧 快 如果没有梁君贤的三月之期 你我早就是夫妻了 陆毅一想到这里 就生气 未来有机会 定会要找那个家伙 报此仇 别气了 人家毕竟也救过我的命 今夏看得出陆毅生气 赶紧安慰的 他呢也算是救命 如果没有他 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 陆毅气愤地说道 好了好了 不气了不气了 这么说 我们的十日之约 最后还是我赢了 你还是决定娶我了 今夏开心地问道 陆毅看着笑颜如花的今夏 满心的爱溢于言表 他拉起今夏的手 亲吻着 是 你赢了 我输了 我陆毅此生 只你一人 你我结为夫妻 白手不分离 此生 我不会再让你受到任何伤害 不发誓 说着 陆毅情深地看着今夏 随后 从怀里取出那结 今夏自尽钱 交给自己的结发 递给了今夏 今夏接过他们的结发 被陆毅感动得一塌糊涂 他的陆大人 永远不会让他失望 大人 我们这是要去哪里 今夏 窝在陆毅的怀里问道 去见长辈们 陆毅抱着今夏说道 在陆毅看来 今夏的死而复生 首先要跟娘亲和姨 报备一下 此外 两人成亲的事情 也要一起说一下 让老人们有个准备 我娘和我姨吗 今夏问道 嗯 你的死而复生 总是要让他们知道呢 陆毅说道 那个 今夏直起身 很是尴尬地看着陆毅 那个 怎么了 陆毅不解地看着今夏 我 我昨日已经去看过娘和姨了 今夏小声坦白地说道 你 陆毅没想到今夏竟然自己跟娘亲和姨 坦白都没打算跟自己坦白 今夏见陆毅要生气 赶紧捂着脸 只留着嘴说道 人家本来也是打算今天跟你坦白的 真的 陆毅带着威胁性地问着 真的真的 我哪敢欺骗大人呢 今夏面对陆毅秒怂 前几日 公主般的威风也不见了 只顾着捂着眼睛 露着嘴的求饶 陆毅被今夏的憨傻的样子 都笑了 她的今夏还是那么可爱 随即吻了一下今夏露在外面的唇 今夏被吻愣了 放开手看着陆毅 陆毅扬起招牌式的自信笑容说道 那便好 那我们就去跟他们说澄清的事情吧 哦 今夏在心里暗暗地烫了口气 前几日还仗着公主身份 耀武扬威的自己 果然 在面对陆毅的时候 都荡然无存了 早知道 再威风几天好了 唉 可是 今夏靠在陆毅的怀里 幸福地笑着 这样也不错 马车外春意盎然 桃花枝头鞘 柳枝抽心芽 寒冬终于过去 春风拂面般的温暖 鸟儿枝头叫 万事万物都笼罩着喜庆祥和之中 马车内春情不断 今夏与陆毅经历了千难万险 此刻的他们紧紧地拥在一起 世间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把他们分开来 即便是生死 那又如何 俩发生了千难道 这一天 我来说 你转身心的 词